系列的關於獅智鎮的公民洲的講座 那我一直到昨天才知道獅智鎮下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正思障礙 那各位應該有看到我們這個黃色的公民洲的講座 今天這一堂上面有兩句話很恐怖 一個是65歲以上的老人 每13人就有一位獅智 這是第一句讓我覺得很震撼的 第二句30到60歲的年齡層有千分之一的機率疑患 我也在這個機率裡面 所以這個議題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嚴重的議題 那我們家沒有失智症患者的案例 但是我一直很記得醫生跟我爸媽講的話 因為他們都有唐妙病 那他們講說尤其飲食非常重要 與其去喝完善 喝什麼營養品 還不如從每天的飲食當中 去攝取最自然的營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對食安這個問題很重視的原因 但是因為我們也很高興的請到馬千亞營養師 來為我們講解如何利用日常的飲食 去減少自己有可能在老的時候 會有失智症的隱憂 那現在讓我們掌聲歡迎馬老師